講到醫療學部很多頂部有實境的箭頭 嚴重睡覺到病患的生活 現在現在病醫拿出健神經調控治療 好更不錯 實境前患者都有很難說出口到面對 生活品質受到影響 現在在病醫大當地等外科入中控醫師表示 這類型的患者無論南路 有的年紀比較大 生理機靈體化 也有可能是實行過重大抽搐 在國外有一種病心的治療方式 叫做健神經的調控治療 那這個治療它很簡單的 放兩個導線進入我們的健神經 那我們知道說健神經是控制我們的 整個骨盆腔的肌肉 包括我們的直腸肛門 膀胱 跟我們的生殖器官 那經由這些神經的刺激 可以活化我們的肌肉 然後達到我們神經控制的效果 而且使我們的不管是排尿 或是排便的控制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那最大的好處是它可以經由一些 測試的治療 來了解說這個病人他到底有沒有效 然後我們再來做永久的植入 那這樣的植入的話 它可以讓它的成功率相對的提高 一般喝醉到檢測會有落差到達高健康 藥中央醫師在澳洲 這是需要健神經的治療法 就由神經刺激器的直接跟卡通 來控制骨盆腔肌肉 跟肛門出口就為擴躍性的協調 因為這個病人他植入以後 他是24小時的機器都帶著我們的肌肉做 這樣它的效果會 不但它的效果會比較持續 而且它的效果會比較 藥中央醫師標誌 健神經抵療法的方式 會幫助細節解決睡覺 新新聞 蔡明東 甘義七 蔡宏報道